这位是韩国救世主 他说耶稣求他拯救苍生 不过他们一家在维加斯豪制四千多万美元 这位是救世主的儿子 他说手里拿的不是枪 是上帝的铁棒 他自己编了新宪法 就等末日降临统一美国 这位是救世主的另一个儿子 自从以相片形态娶了活少女之后 飞升成为灵魂之王 耶稣都比他小一级 这位黑哥哥 也是救世主的儿子 你没听错啊 他是刚才那个灵魂之王重回地球之后 夺舍的新皮脑 这一家子就是韩国邪教统一教 咱今天就以他们为开场 开始世界邪教地图 统一教的统一 可不是咱说的那个统一 原来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现在叫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 创始人士文先明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给其整个大活 统一教的教主呢 也不能脱足 文先明出生在一个朝鲜的农民家庭 1934年全家皈依了新教长老会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呢 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耶稣给他露了一手 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 耶稣突然显灵 他说一般人都要关我叫父亲 我讨个大 你关我叫生哥哥 1900多年前呢 上帝派我来拯救人类 结果我这传道授业三年半啊 就被人弄死了 现在呢 上帝的意志没有在地球实现 拯救人类的这个众人呢 将来要落在你的肩膀上了 文先明一听啊 不众不众啊 我这哪能担此众任 耶稣则说 不是兄弟啊 不要你觉得 要我觉得 我和上帝都觉得你众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奇葩故事后来被教徒们反复传上 不过这文先明的传教之路啊 却因为自己管不住下半身而异常坎坷 1948年呢 他在朝鲜因为重婚罪被捕 据他自己说呢 当时老脚营环境异常恶劣 食物配极紧张 不少人吃满配饿 还是被饿死了 但是这教主不是一般人 他把这食物分成两半 一半自己吃 另一半分给别人 而他能活下来的逆诀 不是靠吃的少 而是靠自己能从分给别人那一半食物当中 吸取灵魂能量 如果你觉得教主的解释太绕口啊 那咱有个简单说法 在中国民间故事里 这可算是戒阳兽 50年朝鲜爆发内战 美军占领了关押文贤明的劳教所 老文也借机跑到了南朝鲜釜山 继续传教 但从此呢 他的教义虽然还以基督教为主 可还杂入了儒教散板教和反共主义 成为了东西方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定本 他对圣经呢 也有一套极其扭曲的解释 老文说啊 亚当和夏娃是人类最早的祖先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上帝的三大祝福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真正的父母 在地球上建立天国 这三大祝福就是成长 结婚生子 统治万物 但很不幸 夏娃还没有成长完 就接受了撒旦的性诱惑 所以他和亚当之后的肉体关系不再是爱 而是一种堕落 而这种罪恶呢 将会伴随后世的每一个人类 原本耶稣将士是为了消除这种罪恶 按照上帝给他的剧本呢 他应该找一个真正的夏娃 完成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的任务 然后人类也可以得到救赎 但很不巧 耶稣还没熬到结婚 就提前领了便当 任务失败 所以当今世界呢 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 来超越亚当 亚伯拉罕 摩西和耶稣的失败 带领人类组建完美家庭 完成补完计划 而这个救世主 就是他自己 这个世界的新中心 便是位于东方的韩国 这个核心教义啊 解释了为啥老文特别热衷于乱点鸳鸯谱 1961年36对男女被老文安排成夫妻 82年呢 2000多对情侣在纽约结婚 92年 3万多对夫妻一起参加婚礼 95年 36000多名夫妇接受了他的安排 打破世界纪录 然而这些夫妻里头 绝大部分人在结婚之前 就根本没见过面 如果你以为信老文就能领一个白媳妇 那就太天真了 领媳妇之前呢 你得先交钱 然后还得挨顿揍 这个流程叫做赎罪棒 结婚前 由妻子拿棒球棍 先给男方来上三下 然后自己再挨老公三下 必须要狠要重 如果你俩打得不让人满意 那么教会里头的其他人 会过来狠狠的补刀 记住这个棒棒 咱后面还会看到 而他教义中的大韩民族情节 也是他能够在韩国迅速发展的基础啊 不少政客和政府人员都愿意追随他 妄图建立宇宙的中心 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 要属韩国中校朴宝希 老朴是韩国驻美外交官 他就认为着单纯的传教 不足以完成韩国统一世界的大任 想要扩大影响 就要和政治人物打交道 而想要和他们交往 手里头呆有Dollar 所以在老朴的建议下呢 教主开始疯狂商业扩张 他建立了统一集团 从制造制药旅游出版到 卖人参军火 军有涉猎 70年代 老朴还在美国创办了 华盛顿时报 把媒体变成了自己的咽喉 还投资了上百万美元 建立真实世界食品公司 控制了美国的寿司市场 老朴不光在教会发展上 献计献策 他对教主一家子 也算是托其献子了 1983年 教主17岁的二儿子 温兴震 在美国死于车祸 这就产生了一个 巨大的设定bug 因为根据他自己编的教义呢 人类需要通过他主持的神圣婚礼 才能完美 但是这儿子还没结婚就死了 这可咋办呢 为了找补 他立刻宣布 我儿子的死是上帝的旨意 他的牺牲 避免了韩国受到朝鲜的入侵 而这个牺牲比上帝 被钉在十字架上更重要 所以二儿子现在成为了灵界的天神 地位在耶稣之上 但是这牛皮吹得再大 该走的流程还带走 三个月后 朴宝希献上了自己的女儿朱丽叶 小姑娘在老朴的陪伴下 捧着文星镇的照片 举行了所谓的神圣婚礼 其实就是一场冥婚 婚礼上朱丽叶哭了 不过据说这不是悲伤的泪水 他说自己根本就配不上这样的祝福 并发誓会终身侍奉教会 如果你觉得这个活人架死人的事很离谱 那还有更离谱的小插曲在后面 文星镇死后三年 统一教的金八部围分会 爆出一个大新闻 一个黑人小伙 自称是文星镇灵魂附身 要求面见教主 这文教主只能假戏真做 当着众人的面 接受了这个黑人儿子 并且派他去管理日本教区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老黑比他还激进 自从有了权利 老黑在日本时作为作福 不光拥有情人无数 还用赎罪棒把好几个信徒打成了重伤 就连前来劝阻的老嫖也被他开了嫖 送回韩国抢救 后来教主为了平息事态 只能宣布文星镇的灵魂 已经离开了黑人的身体 然后再把这个老黑踢出教会 送回了金八部围老家 你可能会奇怪 堂堂韩国大教主 怎么会配合这黑人儿子演戏呢 其实这种奇葩通灵术 不是黑人小伙的原创 而是文先鸣和统一教的老传统 从八十年代开始 文教主就给死去的亲人 安排各种响亮的名号 这个岳母死了 可不是死 是被他派到了灵界执行任务 然后再安排一个活人信号接收器 接受灵性的反馈 据说他派去灵界的人 已经成功接洽到了 博主 孔子 穆罕默德 耶稣 四位大佬都对文教主的地位和贡献 做出了极高度的评价 而这种和祖先交流的高端业务 也提供给普通信徒 你想你信教纯洁了 可是你死去的祖先才没信呢 他们不纯洁就会影响到你 所以教会明码标价 一千四百美元 可以帮你祖先搞一次灵魂进化 只不过这只能搞一代 想要多搞得加钱 这些小细节都在告诉我们 邪教庞大的商业版图 并不是教主的主要收入 恰恰相反 其中不少项目都赔钱 你就好比说 1991年文贤明就说 他在纽约时报上花费了至少十亿美金 而04年 统一集团负债3.6亿美金 其他的宣传性组织更是完全不盈利 但是他们却有花不完的钱来补窟窿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人心甘情愿的为邪教花钱呢 不幸的是 在信仰极其自由的日本美国韩国 教会属于免税行业 要检查财报十分困难 而且这种歪门邪道的教会 通常非常封闭 走访调查难度很大 但是我找到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 详细描述了邪教是如何传教 信徒是如何被榨干 1962年 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博士叫做约翰洛夫兰 他在偶然的机会下 接触到了邪教高层 记录了他传教的全过程 这个人叫金英恩 如果说忠孝老朴是邪教右将军 那么老金就是邪教左丞相 他在归顺教主之前呢 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但是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抑郁症 经常坐在荒山上寻求灵性接触 后来他产生了幻听幻视 认为自己将来呢 有一个特殊的使命 进入神学院后 他主要钻研各种灵性著作 说白了就是基督教旗下的玄学 并且越走越玄乎 1955年 文教主来梨花女子大学传教 蛊惑了不少女学生 很多学生秘密的和老文进行 血液净化仪式 Picarium 在这个仪式中 女性和教授交换液体可以开灵 而男性信徒想要开灵 则需要和交换完液体的女性再次交换 也就是在梨花大学宗教性丑闻的事件当中 金英恩认识了文教主 他认为自己的使命终于开始了 从此辞职成为了文贤明的左膀右臂 被老文派去美国传教 而他在美国积累的第一批核心教徒 也是点中点 盖中盖 其中有落魄的德国留学生 被反共主义吸引的美国愤青 常年被幻觉困扰的家庭主妇 追行灵性主义的退学大学生 一半时间住在聚会所 另一半时间住在精神病院的前神学院学生 以统一教为平台 想要获得资格证的灵媒目视 还有被成员色诱来的人 这些人在社会中通常属于边缘状态 而金英恩则总是抱以灿烂的笑容和可爱可心的倾向 频频的对他们嘘寒问暖 为了防止被排斥 在接触初期 他很少提及新耶稣就是韩国人 反而用这大量的动荡新闻 神秘事件等等事情来旁敲侧击 暗示众人 这世界末日可马上就要来了 需要赶紧得到救赎 当这信徒不在防备后 他就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 开始过集体生活 每个人都要出去边干活边传教 什么教堂啊 大学啊 精神病院 都是他们扎堆出现的地方 尤其是有着幻听幻事等症状的人 则是他们重点关照的对象 而女性呢 则借自己餐厅服务员的身份 在给人上菜的时候 偷偷夹带小纸条 一般都是些暧昧不清的话语 什么你想体验前所未有的神秘吗 你想感受浩瀚的爱吗 这上钩的人 在约定时间来到了地点 他可看不见什么窈窕淑女啊 只能干坐着听两三个小时的步道 然后拜训而归 不过还是有人上套了 有个叫T的社会福利调查员 就被女性徒吸引 一步一步走进了统一教的圈套 要不是因为他在车上跟人机吻 被老婆撞个正着 估计他最后的命运也得是骑离子散 威胁教抛家舍业与世隔绝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其中有一个家庭主妇呢 一直想要把他的三个孩子也带入教会 但是被这老金无情拒绝了 他说你可是要和我们组成新的大家庭 就得放下这过去的羁绊 可能是这老金太无情 也可能是母亲陷得不够深 最后呢 他逃离了虚伪的集体 回到了自己的孩子和父母身边 除了这放下羁绊 经常挂在邪教徒嘴上的话 就是那句 一无所有不好吗 信徒们的工资都要交给老金统一管理 大家一起吃最便宜的豆子 一买就是五十多公斤 一旦这个信徒有怨言 老金就说 教主当年在老教营里头 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老天要给你任务 必先饿其体肤 这不光吃的 就连穿什么都有限制 他们把大部分的衣服全都卖掉 穿不到一美元一件的二手货 女人呢 可以有三四套 男人只有两套 一套上班穿 一套下班穿 家具基本靠前 甚至连坐电车的钱都需要统一分配 他们搬家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的全身家当 两个塑料袋可都装不满 但就这么辛苦啊 这个不大的邪教分会 依然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电动打字机 多层印刷机 复印机 一套三式的公寓 和一辆客运汽车 而且啊 还有钱在媒体电台上持续做广告 然而 邪教形势永远是隐蔽的 只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才会被迫曝光 你就好比说 2022年 日本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刺杀案件 一男子对政要发动土冲局和 原因就是母亲身陷统一教 而这个事儿 引发了日本媒体对统一教的深度挖掘 这一把不得了啊 根据日本维权律师统计 1987年到2021年间 统一教在日本敛财超过8.5亿美元 而这些钱都被用来购买统一教会的 平平罐罐 日常用品 这个被高管开过光的充电器啊 就敢卖2300多 而且他们教主还说啊 拉斯维加斯是恶魔之城 要让自己的信徒聚集在这里 把这恶魔之城进化 不过来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身上都在贷7000美元的现金 据统计呢 这些现金一共超过了4000多万美元 最后都被教主一家子 霍霍在了堵桌之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所谓的邪教企业 大部分是用来宣传邪教的工具 真正的收入啊 还是来自于对信徒的压榨 这些信徒被邪教迷惑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皮钱包 而他们这些钱最后只有三个用途 教主的个人享乐 为教主贴金增加个人名誉 宣传邪教却骗更多人 2012年 教主文贤明病死活了整整是92岁 但是他打造的邪教帝国并没有分崩离析 甚至还开花散叶了 2015年 他的小儿子文亨镇 在与母亲夺权内斗当中实力 愤然带领部分教徒脱离了组织 结合着美国流行的极端保守主义和阴谋论的元素 成立了一个名叫和平统一庇护所的教会 他头戴子弹王冠 手拿黄金枪 每回举行仪式的时候 信徒都要带着AR15 他说 手里拿的不是枪 是上帝的铁棒 这哥们还自己起草了宗教统一美国以后的新宪法 时时刻刻等待着内战打响的那天 果真是邪教培养出来的好儿子 既然各位能看到这儿 我给大家唠点肝子 怎么去定义一个教派为邪教 在国际上是一个极其有争议的问题 在学术界 不少社会学家逐步放弃了邪教这个词 转而使用新兴宗教 我在做这一期内容的时候 查阅了非常非常多的权威资料 有一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的 《有争议的新宗教》 但其中关于统一教的描述 让我难以释怀 他说 统一教会在为促进对话和和平的事业上 以及环境和人造主义方面 做出了巨大的成功 而且他还谴责了国际反邪教运动的草木皆兵 当时我就困惑 站在知识和学术的立场上 一切确实没有对错 一切都得极其客观 所以哪怕有人抛家舍业 人家信什么是人家的自由 那么为了客观 我们是不是就要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歪理邪说继续作恶下去呢 这件事情让我彻夜难免 但是我有位朋友是社会学的老师 他给我解答了这个困惑 他说 知识可以不分善恶 但是社会的主体 小到家庭 大到国家 都是人 社会学可以追求客观公正 但是不能滥用自由主义 不站在人的角度去看人的问题 那就真不是人了 我是老张 下会再见